买了今年让传播妈妈基金会 冰山是上垃圾的兄弟 今年有个得到专台上垃圾兄弟的第一名 民众对冰山的结果又有不一样的看法 这些六千的工人也不要乱丢东西 对这件的冰山没了亲家对队长表示 基金会冰山的地区大部分都是四人地 其中两条路就是管政府所管理的 今年八月嘛 他给我们两百多个障乱点 但是有一半以上都是 很多都是私人地 那像那个他说的特异号道路 那个丰岸路 这个也都是县府 他们的阳管的道路 然后这个我们也就有 我们如果有发现脏乱什么的 我们都有发文给他们 请他们的县府来定期维护管理 这个我们都有去做 买了兄弟表示 过去一年外的时间 除了乡公司请家队 点下苦几天到六千 都派人定期来拔萨 如今让基金会冰山是上垃圾 他们也悉心接受 去年得到第一名以后 我们所有的清洁队 还有社区的义工 还有台式的义工 都合力打拼 每个礼拜天 都是大清除 我们希望 我们全国的同胞 来到我们的卖寥 走走看 我们的这个环境卫生 很细心接受的 我们环保妈妈团体 对我们的评比 虽然不知道 南亚冰山的标准在哪里 不过不了 已经连参两年 核酸作戏上垃圾的胸顶 对处 乡公司和请家队表示 会占对垃圾的所在进行改善 当时也好由民族 卖黑白蛋本色 共当来为好环境的清晰 基家国用品 彩虹不得